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八百七十二经 陈哥听到张聚诸龙在镜子出口被人埋伏 陷入思考 他明白 如果不是张聚和诸龙先从镜子里出来 而是自己先从镜子里出来 那后果不堪设想 对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很可能在自己换出许银之前 将自己一击毙命 此刻陈哥想想都觉得后怕 张聚指的是自己和诸龙的肚子 你不用担心 那个家伙他现在在这里 陈哥摆了下手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程温宇为我安排的出路上 埋伏着另外的红衣 却说没有人泄露了秘密 画家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很幸运 现在要面对他的不是我们 神哥朝着窗外看了一眼 他最不想面对的敌人名单中 又增加了一个 除了高一声外 还要添上画家的名字 这样的人适合做朋友 不过想和他们成为朋友 难道不小 高一声想要复活死人 画家想要在门后修建天堂 他俩的追求一个比一个奇怪 当陈哥成功地救下被困的学生们 带着张聚和朱龙回到鬼校中心的时候 雷主任终于闭上了嘴巴 成哥救了学校北边的学生 这样他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认可 还有很多人想要跟随他 我不会强求你们做什么选择 但我会尽力去帮助你们 不过能力有限 做不了太多 只能救亲近的人 和成哥身边的红衣比起来 鬼校老师们明显处在弱势 和成哥准备离开 前往鬼校西边时 有许多学生表示 愿意和成哥一起走 成哥还没有答应下来 那些老师先挤眼了 他们也很清楚 鬼校一直说到底 是由每一位鬼校学生构成的 身边的鬼校学生越多 就越有安全感 实力也就越强 雷主任心里有些烦闷 你们冷静一下 看看外面是谁拦下了最恐怖的怪物 你们现在还没有被那座城市给吞掉 最应该感谢的 不是这个叫做成哥的家伙 而是画家 只有顶级红衣可以依靠 其他的人就算做得再好 也不过是徒劳的挣扎 雷主任说的也是实情 这也是成哥没有办法反驳的 他招呼老师看好各自班级的学生 不让学生们出来 可就在这时 成哥却停下了脚步 你怎么知道我身边就没有顶级红衣 成哥说完这句话后 四周好像瞬间变得安静了许多 雷主任的视线 扫过成哥身边的每一个厉鬼 还有些不幸 你们身边有顶级红衣 成哥露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不然你以为 大家为什么会聚集在我的身边 你是说长文宇吗 不是他 严格来说 我身边的这位顶级红衣 才是鬼小真正的主人 我来这里 就是帮他取回他自己的东西 成哥没有撒谎 说出这话的他 表情十分冷静 被成哥冰冷的目光注视 雷主任忽然打了个寒碜 他看到成哥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礼物盒 他记得那盒子 是成哥从女生宿舍某个房间里拿出来的 雷主任脑中闪过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念头 猛地吸了一口凉气 看成哥的眼神都变得不同了 是他 成哥没有再继续废话 只是笑了一下 抱着礼物盒朝着鬼小西边走去 很多学生想跟随成哥一起离开 雷主任这次没有再阻拦 教室里的学生越来越少 周围的几个老师都有些着急 主任 咱们怎么办 雷主任好像没有听到其他老师的声音 望着成哥的背影 我们答应过画家的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一定不能让学生一直动摇 如果那个女人真的回来了 她会藏在哪里 雷主任 别说话 要出大事了 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开中心校区 鬼校教学楼外面的画家心有所感 她漆黑的眼眸第一次从血纹男人身上移开 看向鬼校的某个地方 正朝着鬼校西边狂奔的成哥忽然感到头皮发麻 后心口不止地冒汗 她扭头朝着窗外看去 正好和鬼校外面的画家对视 画家漆黑的眼眸仿佛没有任何生计的深渊 而成哥的双筒之中却映照着一个血红色的世界 画家在成哥的眸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一无反顾救助朋友 鬼校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跟随在成哥的身边 他们之中有大部分都是为了避难 但从他们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 某些东西就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 这就是鬼校意志的认可吗 画家的注释让成哥仿佛坠入冰海 但是一股暖意却从周围的学生们身上散发出来 很奇怪的感觉 好像被温热的血包裹 这感觉并不难受 我一个活人 要是获得鬼校意志的认可 那不知道会闹出怎样的打乱 可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成哥扭过头 强迫自己不再去关注画家 后被冰冷的感觉慢慢消失了 他没有发现什么吧 成哥跑出十几米远后 又朝着窗外看了一眼 让他感到惊悚的是 画家契合的眼眸依旧注视着他所在的方向 只不过没有在看他 而是在凝视他的影子 天空中的镜面几乎被血色风暴席卷 画家却始终没有动笔 他似乎只能画鬼 而血色风暴中的男人并不是鬼 这一点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就连常文语都不知道 镜面越来越不稳定 画家能够以一敌三 除了自身能力强悍 更关键的原因是在于 他借助了鬼啸的意志 他不断拆解头顶象征鬼啸意志的镜面 获得了接近红衣极限的力量 有些麻烦了 画家用血丝包裹住 从自己身上撕下的画布 他拖动早已扭曲的身体 走向风暴中心 血雾里的男人还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看到画家过来 更加疯狂地冲击镜面 其实这个怪物 要比所有人猜想都要恐怖 只是他保留了实力 为了不被画家看到 一直将自己藏在血雾当中 贪婪却又谨慎 永远把自己的命放在第一位 估计也就只有他这种性格 才能在血色城市外围生存下去 血色风暴席绝 仿佛刀子一样 割破了画家的身体 但是画家并不在意这些 他漆黑的眼眸盯着风暴某处 所有跟他对视的人都觉得 他的眼睛非常可怕 风暴中心的男人也不例外 一个照面就毁了膳 画家的特殊能力带给了那个男人太大的冲击 眼看着画家逼近 他终于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 一条爬满了黑色血管的手臂从风暴中伸出 这胳膊的皮肤和活人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上面那条黑色的血管却让人感到畏惧 他的身体里流淌着黑血 像人又像鬼 这手臂对每一个看到的人来说 都有种熟悉的感觉 仿佛多年以前曾在噩梦当中见过 只不过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罢了 风暴中心的男人最开始是露出了一条手臂 随时那只手不断地向外伸出 他的胳膊和肩膀也露了出来 更是露出了他穿在身上的一件病号服 与其说是穿在身上 不如说那件病号服是长在了他的肉里 让他永生永世都无法脱下来 仔细看的话还能发现 这个男人身上穿的病号服 和校医院里的医生曾经穿过的病号服很像 他们应该都是从同一个地方逃出来的 只不过一个逃进了血色城市 另一个藏进了通灵鬼啸